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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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我是蔡美劍 今天指數沒有漲沒有跌 今天小漲0點 收盤是沒有漲跌 但是今天很多股票 開高走低收最低 所以如果今天一早去買股票 有可能一天就差7% 就是多輸了7% 如果今天早上買 這個地方我跟大家說 我寫在這裡 智慧城市啟動全新的標顧 當然你看到我這樣子寫 你會覺得很疑惑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的K線看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很多人會想說 今天的K線看起來很奇怪 不只很奇怪 最高點還是8787 這什麼意思 我想很多人 對於今天的震盪是蠻難以釋懷的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怎麼看 我跟你講個法輪圈的看法好不好 法輪圈的看法 其實如果就今天的震盪來講 它是理所當然 重點是你還不知道法輪圈 為什麼這一次買了這麼多 來看一下 其實這一次漲最多的 不是加權股價指數 這一次漲最多的是貴買指數 你看貴買指數天天往上走 外資也買 投信也買 那當然賞戶就不用說了 外資買 投信買 融資也在買 大家通通都在買 一旦掉下來趕快賣 這很正常啊 可是問題在於 你有沒有去問問看法輪 為什麼外資要買 為什麼投信要買 你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他們到底在買什麼 他們買的如果是一個全新的機會 那當然這一支黑黑棒震盪之後 指數有再創新高的可能性之外 朱陽變色的情況 危機表示什麼 危險加機會 危險加機會 危險的是已經漲很多的危險 機會就是沒有漲的 很簡單 每一個人都賺錢 外資也賺錢 投資也賺錢 散戶也賺錢 賺錢賣股票天經地義 問題是你賣了股票之後 然後你賺了這麼多錢 你會不會明天就不做股票了 下個禮拜你就不做股票 你絕對捨不得 你既然捨不得 你還是會買 但是你不敢買 已經漲很多了 對不對 那所以你要去買 極其低的 就是一開始 我一直跟大家講的話 很多人說老師 你為什麼喜歡買那一種 低檔的 然後會噴出的 很奇怪 你就買廣機就好嘛 大家都說 你買了就好啊 你就買下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總有那麼的一天吧 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 你先搞清楚 搞清楚 這一次外資跟投資 為什麼在買 為什麼跟過去不一樣 這是前提之一 第二個重點在於 這一次 如果你把第一個原因搞清楚 你就知道接下來你要怎麼買 答案寫在這裡 智慧城市全新的標股 智慧城市全新的標股 我相信很多人 沒有辦法體會 沒有辦法了解 這一次電子股 特別是貴買指數 為什麼大漲 我想沒有人跟你講實話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我坦白簡單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問 為什麼這一次外資跟投資 都買很多貴買指數的部分 貴買指數都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中小型電子股 那這一次是真的大波段嗎 我跟你說 很多股票是大波段 特別是還沒有漲的 我講給你聽 過去電子股做什麼 我們台灣電子股你也知道 做電腦周邊 電腦周邊就是桌上型電腦 一台之前賣4萬多塊 5萬塊錢 接下來賣筆電 筆電現在一台賣多少錢 賣2萬塊很慘 然後接下來賣什麼 賣智慧手機 哇 零件越來越少 桌上型電腦一台很大 周邊零組件很多 筆記型電腦零件越來越少 智慧手機更不用說了 這個就是電子業的苦海 苦海很慘 因為零件越來越少 你賺不到錢 所以你要怎麼辦呢 做太陽冷 做面板 做LED 結果 全部都在做 那現在為什麼 電子股有這麼多股票 漲這麼多 工業電腦為什麼這一次漲這麼多 很簡單一件事情 因為未來智慧城市 它所會用到的所謂的電子的產品 它不再是一個所謂可以量化的 就是大量製造 然後壓低成本的東西 它已經不是大量製造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未來看到所謂的 你看到你這個電子感應器 那個是量身訂做 對不對 電子看板量身訂做 那你說物聯網量身訂做 這個都是量身訂做 所以說你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來我跟你講 我先跟你講商機 我再跟你講為什麼我們是這麼看 來 其實你看到這樣子的新聞你看不懂 智慧城市股下一波的黑馬 你不懂什麼叫智慧城市股 智慧城市股 智慧城市股就算給你寫明了 政府大力推動之下 台灣目標成為智慧城市供應重鎮 那未來就只算中國大陸智慧能源交通這邊 上機就五兆 你這樣子看不出標股在哪裡對不對 好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童子賢是合縮的董事長 童子賢他說智慧城市 台灣新機會 童子賢是誰 童子賢不只是合縮董事長之外 他是電腦工會的理事長 電腦工會理事長他說什麼 他說智慧城市會是台灣 下一個最好的一個機會 就光是中國2015年的一個 支通的一個採購金額 就150億的美元 4500億的台幣 4500億的台幣 那因為終端的一個幕後伺服器 這個入口器都出自台場之手 中國大陸預計2015年 800個智慧城市 美國歐巴馬總統也是列入重要的建設一環 最重要的重點是這一句 童子賢表示智慧城市 將是繼個人電腦之後最好的機會 為什麼是個人電腦之後最好的機會 因為會有更多資訊整合機會 而且量身訂造 沒有大量複製生產 降低毛利率的問題 過去電子股 因為你做電腦周邊 電腦 做上型電腦 你現在很久才買一台 筆記型電腦 你也 臨界也很少 手機臨界更少了 所以電子股苦哈哈 但是如果走到了所謂的 智慧城市就不一樣 走到智慧城市的一個概念裡面 它包含市區網通 包含節能 包含物聯網 包含雲端預算 包含工業電腦 客製化的一個所謂的 相關的一個設備 自動化的設備 服貿的開放 甚至於電動車 這都是智慧城市裡面所包含的 這一次為什麼法人大買的原因 來我先跟你講法人為什麼大買 他買的是一個他所看到未來的一個大商機 但是今天很明顯的 大車都賺錢嘛 賺錢就賣了嘛 對不對 你賺錢我賺錢 我趕快賣啊 賣了買什麼 我們講坦白的賣了買什麼 你看到很多股票喔 不是一天兩天喔 今天委權店跌停 重點不是還要跌停 重點是他已經八天沒創新高 今天指數創新高 他八天沒創新高 蠟捷科 指數創新高 他八天沒創新高 辣椒 14天新低 對不對 零通 都是提前建高點 所以我跟大家講 如果要做股票 你要找專家 專家不是建長所長間諜 說你不是長上去之後告訴你說這台股票多好 不是帶幾個會員 買不一樣的股票上去了 就說那一檔股票是他的 這種事情 我真的說不出口 我講得很簡單 不要說今天指數 這大震盪很多股票押回 我早就跟大家講了 在茂連相對最高點的時候 我告訴你不要買茂連 對不對 茂連最高點的時候我說什麼 他融資大增飛盤幾點 我說買什麼 杯杯電動車 我們買這個 對不對 如果是Tesla帶動的需求 我不買茂連 我買這個 你說美希馬 老師你為什麼要買美希馬 因為美希馬比較厲害 對不對 好來 這 禮拜二 禮拜三 重點是今天 跳空開盤漲停鎖 跳空開盤漲停鎖 話不用講多 3月3號當時的無息 你比較單純的 你會去買 你會去買 那個Tesla舊的概念股 但是我沒有那麼單純 對不對 因為Tesla如果未來做多了 那供應商搞不好變了 你就掛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想 現在不是誰是Tesla概念股 而是誰是新的Tesla概念股 對不對 如果Tesla用了這麼多電池 是全世界比進行電腦的電池好幾倍 那是不是電池相關的廠商都會缺貨 那如果是 什麼股票會標 嘿嘿 這就是重點吧 對不對 重點來 我跟你講 這就了大家知道 蒼園科在講 離電池正極材料 這叫心情 電動車保護元件 這是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很難會標 很難會標的可以標成這樣 這已經很厲害了 這叫聚合可以講過三支漲停 對不對 這叫犧牲 這也是所謂電池相關概念股 那這叫幣翔 幣翔他轉投資的 幣翔電能今天漲停板 來喔 開始漲了 開始飆了 那我請問你 誰會飆最多 誰會飆最多 你去看概念股裡面 誰會飆最多 你問我我一定說 正極材料廠的原料 因為如果電池未來是大需求 那材料也是大需求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出貨 給日本廠商 Tesla是跟誰合作 蓋電廠 蓋所謂電池大廠 日本廠商 對不對 所以他主要客戶本身就是日本大廠 又是Tenota 又跟日商成立子公司 這個日本廠商是離電池的前三大 日本的喔 那誰會是最去飆漲可能性呢 其實我跟大家講 漲多的股票我沒什麼興趣 所以當今天指數震盪很多股票 開高走低 那個很危險的股票我都沒有 你要去想一件很坦白的事情 就是 如果可以買低檔的相對性的安全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貿連每一次的融資大增 飛盤極跌嘛 對不對 飛盤極跌 融資大增融資大增 融資大增 飛盤極跌 今天沒有跌啊 但是他也沒有漲啊 對不對 沒有跌也沒有漲啊 你進去去買的 你都不可能賺了嘛 對不對 你去買的只會套啊 那你就不要買了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做的是這個 美期嘛 對不對 你說老師 開高走低呢 開高走低呢 K線很醜呢 奇怪 今天怎麼跳空漲停 不對啊 今天怎麼開盤 跳空漲停板鎖死 怎麼這麼奇怪 你說這K線都很醜 今天開盤在哪裡 開盤27.35最高點 漲停板鎖死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很多資金已經準備撤離 已經漲很高的電子股了 已經漲很多的股票 而且那些股票 很可能是很多賞戶手中都有的 一旦賣掉之後 賣壓會很沉重 但是話要說回來 你都賺這麼多了 你賣了你會離開台北股市嗎 當然不會嘛 你會找低檔低基期的來買嘛 那如果你買低檔低基期的來買 等你看到利多 哪一些又是從低檔開始起飆 你肯定會負 很多人在問 今天指數震盪 會要不要緊 我說當然要緊啊 你要要緊就找股票買了 對不對 你要不要空空漲來 你又不想買 起起來 不然我比較會力 等到轉牆債來追 對不對 來我跟你說 股票是這麼做 智慧城市我已經跟你講過 智慧城市包含這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裡面最明顯 最明顯就是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 它是所謂的客製化的產品 我們不要講多 廣基今天71塊5 對不對 你說這個幅度買 這樣子上來 如果有它的同業還在低檔 股價還很便宜 這我跟大家講嘛 股票是這麼做的 不是說漲上去去買 漲上去去買 大家都股神啊 對不對 智慧城市概念 廣基的同業最便宜的電腦概念 最便宜的工業電腦概念股 我跟你說 現在 目前為止指數正當壓回 這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一個好機會 那我也希望 你能夠把資金準備好 你那些賺錢的股票 你慶差賣賣 因為開始震盪對不對 慶差賣賣賣賣 我們來買全新的 第一檔的大標股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集團再回來 請你到進行上課 陪你到台大註冊 看你從哈佛畢業 一百種父母 只有一種心願 靜心小學旁 李天朵 大靈族 靜心溫輝 掌握過類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亂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付 讓您所看到的奇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全景投庫 頂級服務 支付交線 02-2772-6855 2772-6855 人生 外負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溫飽 投資理財 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積財富 全景投庫 聚集股市最負責任的投資專家 結合心理 投網 產業和技術 各個面向 在信息萬變的鼓掌中 帶領各位殺出重圍 過利致富 全員全景 全程四級 速播服務專線 02-2772-6855 2772-6855 掌握過利的雙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付 讓您所看到的奇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全景投庫 頂級服務 支付交線 02-2772-6855 2772-6855 頭痛 僅用五分鐘 民生細紙線上的最亮點 民生細紙線上的最亮點 細科站旁的帝王捷運宅 稀有的超低公設筆 室內空間大 眼見為平 環宇首席 26423799 今天個股大幅度的震盪 大家都看到表面很擔心說 是不是股票不漲了以後沒機會 我想 你應該從 根本下去做思考 什麼叫根本 這一波不只是賞戶買的 賞戶買股票不會漲 你了解嗎 光是賞戶去買股票 股票怎麼可能會漲 這一次會漲是因為 外資跟投信全部都在買 這是貴買指數最強的指數 外資跟投信狂買都在買 每個人都賺錢 當然震盪一下 大家都想賣很正常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外資要買 投信要買 你了解嗎 有誰告訴你 還是每一次都要等到上來了 大漲了 你才去追 看到利多你才去買 為什麼外資投信要買 因為電子股現在面臨一個 所謂全新的商機 所謂的智慧的城市 現在電子股已經不像過去局限 在所謂個人電腦 PC 筆電 對不對 因為之前只能夠做電腦周邊 筆電越賣越便宜 智慧手機越賣越便宜 做太陽能又賠錢 做LED也了解 做面板舒適 做低電鏡 對不對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記憶體會漲 為什麼 因為你一台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五千塊 五千塊裡面 你知道它記憶體有幾G嗎 五千塊賣不出去就變垃圾了 電子垃圾沒差 反正是廠商的問題 但是對於記憶體廠商 它已經賺大錢了 所以這個需求就完全不一樣 現在構建在什麼樣的前提 電子股會漲的前提 構建在所謂智慧城市的一個大環境底下 因為現在整個資訊通訊的一個發達 包含你手機跟平板電腦 你會用到的智慧城市包含很多東西 包含你所看到的電子看板也好 電子看板不可能長得都一模一樣 一定是長得不一樣的嘛 你的點餐系統 很多人說那個做什麼博弈機 博弈機幹什麼來的 就是特別賭博用的嘛 那個就是特別工業電腦在做的嘛 所以說我跟你說一件事情 這一次真的為什麼會漲 是因為電子股找到了一個新的大商機 一個所謂新的大商機 而這個商機這個機會 如果你是法人我會買還沒有漲 我跟大家講過股票怎麼做 你看到工業電腦在漲 10個賞戶 10個不知道為什麼工業電腦漲 工業電腦漲是因為智慧城市商機起飛 為什麼工業電腦都會飆 它是漲漲漲漲漲 這沒什麼賞戶在買的 你看廣機是這樣子飆的 從中價位的股票變成高價位 那當然低價位會變中價位 對不對 那從裡面你再去挑嘛 對不對 每一檔都是大漲 你一定要去追大漲的嗎 如果你要問我 我一定會跟你說 你看金達的去這麼多 那如果有沒有跟金達做類似的在地板上 對不對 我們就找這個啊 而且它不是 它一定是有集團背景的 對不對 來我跟你講 這個智慧城市概念股 智慧城市概念股 為什麼說它是智慧城市概念股呢 第一個它是廣機的同業 廣機的同業來我可以看 廣機今天創破亂性高嘛 先前是長這樣嘛 那這樣子漲有沒有算很多 也算還好 因為它過去179塊嘛 178塊 它只是股價回到先前的水準而已 那請問廣機的競爭者有誰 競爭者就是所謂它的同業嘛 那我們這裡近一點 廣機的同業 廣機延伐200塊 有通大漲 農華40幾 威強電狂漲嘛 艾遜也大漲 艾遜18塊 漲到多少錢 來來來 我說真的18塊 這沒騙你啊 今天艾遜是67.2嘛 最高672 創破亂性高嘛 對不對 破亂性高 好那你看它之前多少 18塊 18塊 18塊去人家賺 對不對 那所以你去看 這是廣機大漲的那一家 它的同業競爭者裡面 誰最便宜 你從最便宜的下手 那去找最便宜之外 要有轉機 好這一家 這個立可擺來這一家 就是這一家 就是這一家 好來 就這一家 它是廣機的同業 做什麼的 做這個 數位看板 資訊顯示器 那這個接觸與互動的一個所謂的 客製化的一個所謂電子看板 還有這個 餐飲門是最新型的管事看板 跟電子菜單 這個跟所謂博益機 其實一樣的 博益機也是這個概念 也是客製化不一樣 你把它弄下來 它會造出來 那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80765豐 它比較標而已 對不對 你叫我買我是不會買 對不對 五豐你自己去看 五豐民國97年吧 96年97年 1085塊 1085塊 當年那 當下它賺了17塊半 隔一年變成賠五毛 從17塊半變成賠五毛 股價從多少 從1080跌到20幾塊 你說它會標 但是你沒有辦法控制它的股價 因為不干你的事嘛 對不對 這種錢我不賺 為什麼 如果你要賺這種錢你自己賺 不是說我技術不好 你如果有名字你下去賺 對不對 可以說1千塊 2千20幾 那如果是這樣子 我要買的話 你說工業 你說五豐說什麼 博益機 博益機就是這個概念 博益機就是這個概念嘛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找什麼 找它過去曾經200多 但是它是有集團背景的 而且有集團資源 對不對 而且它轉型成功 過去它不是做智慧程式 它過去如果是做這個 現在做這個 這個股價我就不買 你了解嗎 如果過去就是做這個了 現在跌成這樣 我打死都不買 但是它之前不是做這個 之前是做電腦相關的 它現在是轉型 脫胎換股 然後它是廣機的同業 它現在做的這個產品 就類似什麼 類似 類似金達 你自己去看金達做什麼 金達做這個 客製化顯示器電子看板 有大型的看板 有不同尺寸的一個電子看板 這是所謂未來 這個智慧程式 它會用到的一個相關的資訊 那金達也長了不少 對不對 金達也長不少 4995 來 你看金達長這麼多 這個是漲停板 這不是一橫喔 這是一支漲停 2支漲停 3支漲停 4支漲停 是這樣子直接上來 這樣是12支漲停 對不對 今天還收下眼線 股票市場裡面 如果大家都去做追價 那股神就不會是巴菲特 對不對 大家都告訴你 要買強勢股 突破轉強 趕快買進 你看到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去買 那會賺錢 也是會了解 只是怕了解的時候 會不會賺的 更多 就是怕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你怎麼 都喜歡買那一種 奇怪 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怎麼買這個大學光 對不對 之前沒有漲的時候 帶貨員重壓 上來一波先賣掉 下來壓回告訴我第二波 3490更厲害了 跟神一樣 來 我買15塊16塊 每個貨員都有 上來全部賣掉之後 我一張都沒有買 上來全部賣掉之後 我一張都沒有接 現在剩多少 像這樣 從15塊16塊 漲到33 賣完之後 我一張都不接 一張都沒買 現在全部壓回 做股票做第一波 最強最低檔的那一波 最強最低檔的那一波 來 這是我幫貨員精選的 精選的股票 那我們這個節目有做異動 先前是晚上7點半 現在是下午4點 晚上11點的重播 跟早上重播都不變 那當然有可能你是新的觀眾 你之前沒有看7點半的 那這個你是新的觀眾朋友 給你一個好禮 最重要的重點是 這個 一檔股票 換一個有錢人的生活 一檔股票換一個有錢人的生活 你不要問我哪一檔會漲 我只告訴你 我要帶給貨員的就是這樣 一檔股票換一個有錢人的生活 巴菲特說 我知道我會富有 對此我不曾有過一失一刻的懷疑 今天是週末 祝大家週末愉快 當時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 妹妹啊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C豆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掌握過內的一手資訊 匯別賠錢的二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賺錢可以重複 擁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資訊 輕鬆自負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全景投庫 頂級服務 支付交線 02-2772-6855 2772-6855 人生 不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溫飽 投資理財 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積財富 全景投庫 全景投庫 全景股市最負責任的投資專家 集合心理 投網 產業 和技術各個面向 在信息萬變的股產中 帶領各位 被殺出成為 破例致富 全員前景 前程四景 速播服務全線 贏了 2772-6855 2772-6855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1111 在生活中 有許多的病菌透過飛沫和手傳播 打分泌十 用手把引開